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盡月 今天是2024年5月31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欣尼姐在網上炮軍東章作咒違約 為何因因近日的河伯和太事件 大家知道河伯和太已經第一次上東章西網 每次東章西網都完執完美照播他們的訪問 不過河伯越說越離譜近日 包括要大兒子的工作也沒有 另外大爆子女私隱 說相關的情況令欣尼姐看不過眼 呼籲霸體東章西網 最新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盡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話說有欣尼姐揚言霸體東章西網 指名罵爆這個河伯和太 是敗壞社會風氣 報導的留言提到 71歲的欣尼雖然已淡出幕前多年 並長居台灣 但一直有留意中港台的娛樂新聞 亦都會在自己的Facebook論盡 這個圈中事 早前為過中年好聲音異的亞軍譚輝至抱不平 亦都引發了和評判之一的伍仲恆隔空開火 又提過李隆基還有美婚妻的黃青霞事件 亦都有關注過黃家駒墓碑被毀事件 欣尼姐最新的關注是河伯和新河太的報導 欣尼在今日的Facebook留言 有甚麼課息竟然能令香港搞得天翻地覆 欣尼在帖文中未有開名 不過在留言寫 開年至今日已經有兩個例子 都是大陸的女子 香港的老男人 都是成功上位大紅大紫 恐怕已經有一堆女人在排隊 效法來到香港發財 香港真是超級福地 North Hong Kong 沒有天良鬧事的人 上位全部都賺到盆滿撥滿 有良心的香港人仍然盛得虎虎虎 社會現象扭曲得客人 欣尼姐曾經是另一個鐵文直戚 老男人暴露親兒 暴露自己的大兒子的私隱 亦都說公佈資料、私隱 加上誹謗、犯眾真、亦犯國法 難女的罪狀是教唆、主使、同謀、污衊、行騙、擾亂治安等於最佳一等 此等獵人 青山都不收 赤柱監獄留好位置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欣尼姐火氣十足 罵東章西網 助奏違約 加欣連日來東章都只是播出河伯的版本 河伯隔空還要做很多事 又說要弄到大兒子都沒有了 又要披露對方的私隱 又要披露對方在做甚麼工作等等 這些情況是相當麻煩 令到子女 另外說事件亦有些變質 難怪欣尼姐呼籲罷體東章西網 因為覺得是敗壞社會風氣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因為何伯何太事件 多天以來都是單方面由他們的資訊 東章因為要播放他的訪問時間 未必會有很大的批評 但我們很簡單 其實虎毒不吃宜 即是你這樣揭露子女的私隱 這樣做法是否正確 難怪日前已經有一些疑似的子女代表 真還是假不知道 就說要求助於那個私隱專員公署 另外你又揭露那個大兒子 說兩頭住遇家 又說他出軌等等 大媳婦啞隱 這些情況亦是公開地說的 結果難怪欣尼姐這麼看得眼火爆 結果欣尼姐網上今天發貼文 炮軍東章作咒違約 亦都罵爆河伯河太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不妨劉果然聊聊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是旅遊意外 有香港人一家四口由台北 乘扶手電梯被八十多歲的老翁壓倒 兩母女流血送軟 報導機內問到 乘扶手梯的時間要小心 台北萬華龍山止捷運站 日前5月30日發生驚險意外 有一個84歲的老翁 乘扶手梯期間突然不適 整個人往前跌 發生了骨牌式的效應 令到前面一家四口的香港女客 就像滾地葫蘆一樣 雙雙被壓倒並跌落地面 其中84歲的婦人和女兒 雙雙流血送軟 幸好目前情況穩定 以上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日前台灣有一宗意外涉及香港人 兩母女送軟 目擊者說流了很多血 幸好兩人情況穩定 不過估計後面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翁 突然之間昏一昏向前跌 結果壓住香港人的一家四口 另外也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內地女子大生 灣仔米芝蓮一升的燒鵝 吃到她面容扭曲 狠批幾個缺點 就說東莞、中山任何一家都好吃過她 報導吉拉文提到 香港燒鵝一直都是不少女客必試的地道美食 不少內地客更加專誠 走訪一些名店 不識排隊品嘗美鵝 不過近日就有一個內地女遊客 到訪灣仔一間燒鵝店 在食燒鵝過後大失所望 雖然那間店大排長浪 更加連續多年上榜成為米芝蓮一升的食肆 但內地女子恨批 就說東莞、中山任何一家都好吃過她 這位內地女子來自廣州 是一名抖音博主經常分享食評 最近她來到香港拍攝各種香港美食 第一間食的就是位於灣仔的一間燒鵝名店 內地女子沖著這間店的名氣而來 她形容這間店號稱全香港最好吃的燒鵝 已經開業十年 連續九年獲得米芝蓮一升薯榮 為了品嘗這間燒鵝 內地女子足足等了一小時 等到流汗 終於有機會入到店 不過滿懷期待的她 最終非常失望 更加只因為不想浪費食物 浪費等待的時間 才硬著頭皮吃完她 更加豪然東莞、中山任何一家都好吃過這間燒鵝 內地女子的食評在網上引來熱烈的討論 有網友同意這間燒鵝就明過 其實直言豬三角是隨便一個農莊都好吃過這間 亦都說香港本地人都不吃這間 另外亦都有人說 我們香港人就說想東莞、廣州吃 你就特地下來香港吃也有的 不過亦都有人認為口味各人不同 店家始終獲得米芝蓮的肯定 是內地女子不吃印象 就說你不吃 有很多人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這間燒鵝沒有說哪間 在說灣仔 大家也可能知道哪間 即是灣仔的街坊 內地女子也很誇張 吃到她快要嘔吐 有這麼誇張嗎? 雖然未必太好吃 不過也未到這麼難吃 即是說這麼排隊的香港餐廳 相關熱話是網上廣傳的 有人稱讚有人罵 有人說未必的 可能是內地女子不懂得欣賞 戒日曠仔說 記得蔡蘭說過 在香港吃燒美是比較穩陣 因為燒美來說 香港是做得挺好吃 當然是否這間做得不好吃 就不得而知 這間據報是灣仔 長期排隊的店鋪 米芝蓮一星樹泳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不妨劉果然聊聊天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旺角32歲的女子 倒閉於單位的床置上 身邊留下一個所謂的冰壺 即是毒品的冰 報導的內文提到 警方在今天5月31日早上10點多接報 說旺角山東街36號一個單位裡 一個女子在床上暈倒 警方和救護港智 當場證實該名32歲姓餘的女子死亡 以上來自仙島日報的報導 說年紀很輕 32歲 不過未知是否吸毒致死 事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你支持 旺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 晚一點還風還雨 兼且估計未知會不會掛更高的風球 各位的老友機 老人家多加留意天氣的情況 旺仔會繼續緊守崗位 和大家一起面對香港不同的風風雨雨 說今日另一宗新聞也值得關注 究竟父親能否為女兒 討到一個公道 了解醫療的過程中有沒有失當 這是網絡熱話和新聞消息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